你从这个地方去一想啊 就害怕了 为什么呢 要不能往生 还继续搞轮回 三窝道的 机缘太多了 三山道的缘很薄 就怎么办 害不害怕 害怕 能不能改还是不能改 害怕也没用处 为什么我们师父 学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幸福祈祷 心里头还是充满了贪嗔痴慢疑 这个五读 学佛这么多年 有没有减轻几分呢 没有 跟没学佛一样 算不错了 最怕的是 跟着自己年龄的时候 年年在成长 那可麻烦就大了 你的烦恼吸气越来越重啊 如果是这种 状况 那自己就清楚 不免轮回 轮回往哪里去呢 我来生还能不能等人生呢 那就一个问题 你十善业修得怎么样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中凭十善 的人生 来生还的人生 你自己想想 你的十善业道 凭你的良心 跟自己打分数 能不能打个七八十分 能打七八十分 你来生不识人生 如果是我只有五十分 靠不住 你堕落的这个机缘 非常多 你能够打个满分 遇见天 大多数人到哪去了 到套礼天去了 套礼天要满分 十善业如何落实 弟子规 弟子规就是 十善业的初步落实 弟子规上 113庄司 你做到了没有 你从这个地方 就一想啊 就害怕了 为什么呢 要不能往生 还继续搞轮回 三窝道的机缘 太多了 三善道的缘很薄 就这么问 啊 害不害怕 害怕 能不能改 还是不能改 害怕也没用处 啊 我们跟宋朝荣科 法师比较一下 差远了 啊 人家确实 出家了 破戒了 啊 毁饭了 清规 自己知道 自己的 齐心动念 言语造主 肯定 堕地 他害怕 他知道地狱苦 啊 问同餐道友 有没有方法救他 啊 同学们也不错 送他一本 网生传 叫他自己去看 啊 他看了感动 每一看一篇 痛哭流涕 啊 这个忏悔的心 生出来了 啊 下了决心 闭关念佛 三天三夜 不眠 不吃 不休 啊 一举佛号念到底 真诚 啊 这个是怕地狱苦啊 求救命啊 真干啊 啊 三天三夜 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阿弥陀佛真慈悲啊 你真干 他真照顾你啊 阿弥陀佛来了 告诉他 你的寿命还有十年 好好念佛 啊 等到你寿命 到的时候 我来接应你 啊 银河听了之后 就想 就求阿弥陀佛 这是我十年寿命不要了 我再和十年 我自己经不起诱惑 我又不知道造了多少罪业 啊 我十年寿命不要 我现在就跟你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通勤大力啊 就跟他讲 好吧 三天之后我来接你 我这太高兴了 啊 他把房门打开 他把房门打开 跟大众讲 我念的十三天呢 念了阿弥陀佛把佛念来了 三天之后 阿弥陀佛接我往生 这个 寺院的同餐道友 一勾勾都感到很差异 啊 反正 三天时间不长吗 看了三天之后 能不能往生 啊 听他说话 不像是骗人 好像真有那么回事 到第三天 要求大众 念佛送他往生 大众当然欢喜 好 都念佛 给他回想 念佛不到一刻钟 他跟大家说 阿弥陀佛来了 我看到了 来接我了 就走了 真走了 阿弥陀佛经上说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是真的不是假的 盈科法斯 给我们做的表法 阿 就是 真的 怕地狱苦 万云放下 一行念佛 当下去求我 什么寿命多少 不要了 在这个世间 都是造业 只要我们自己 放得下 平齐万云 真干 这三年前 我们深圳 有个居士 三十几岁 年轻人 黄仲昌 听到 《王僧传》里面 说的这些信息 念佛三年 就能往生了 他闭关 试试看 三年能不能成就 在官方里头 两年十个月 还有两个月 期末 他就预知识知 就往生了 也没生病 火化之后 留下了实力 现在供奉在 深圳一个小道场里面 给我们做证明 是真的不是假的 他这三年在官房里面 每一天就是念 一遍无量受尽 其余的符号不断 我教他的方法 是 地前发死 教他那个徒弟 咕噜这样的方法 念内了呢 就休息 不分中夜 行过来 继续就再念 真正做到 心无二念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他跟咕噜这样 不一样 就是 每一天念一遍 无量受尽 就加低一遍 无量受尽 佛号不间断 成功了 这往生难不难 不难 问题就是 你肯不肯放下 关键就在死体 平其万缘 这一句是关键 只要把这一句能做到 就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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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